半冰冰偷睡露睡被查试后,大家一直在等待冯小刚的调查结果,左等不来,右等不来,前两日,终于有某财经董事长发文称,冯库子被罚20亿,近期公布,并信誓旦旦,言之凿凿,却有歧视,不怕被追究。 冯小刚回复,20亿太小,怎么也得罚100亿,并发表律师,将追究造谣者的法律责任,起料前面还现实淡淡,言之凿凿的董事长,竟然出人意外的损了,发布了道歉,并在简介上注明自己有精神分裂症,靠要维持。 既然有精神分裂症,又是怎么刀上董事长的,而冯小刚也没有再做进一步深究,只是发了个律师而已。 是不是很有信息性,给人的感觉好像是两人的眼神黄,一唱一鹤,目的是试探社会的反应,试探冯小刚被罚20亿会怎么样,不罚又会怎么样,并借机打压网上的留言,为冯小刚证明。 这说明什么?说明冯小刚真不是一般人,能在如此狂风暴雨般的社会舆论下,至今宁然安然无恙,还能镇定自若的排戏演戏,不愧是娱乐圈属一属二的大佬,而冯小刚所依仗的无非两条,一是几十年之旧的,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网,不说别的。 单说冯小刚名下几十家公司的合作者,就是一股不可小事的力量,而这张网现在就成了冯小刚的保护榜。 二是娱乐圈的支持,冯小刚在娱乐圈深耕多年,可以说门声遍地,势力庞大,有许多人是非常不愿愿看到冯小刚倒下去的。 这其中就包括娱乐圈的一些大佬们,记得冯小刚,范冰冰大小合同,特税陆税事件到发后,电影导演协会曾发表,呼吁行业需要发展,规则需要公平,从业者需要被尊重,并认为,绝大多数从业人员的薪酬是合理合法的,绝不能以偏概全,恶意煽动,进而对于全行业无名化。 这是对于合法从业者,特别是基层从业者缺乏基本尊重,对于影视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,只能起到负面作用。 听起来好像没有多大问题,其实里面隐含着对冯小刚和范冰冰的变现声援,尤其是冯小刚,因为他们明白,演员年经济问题被抓以前出现过。 比如刘晓庆,可大导演因为经济问题,被抓以前还没出现过,如果冯小刚一旦意外经济问题被抓,下一个可能就是自己。 所以他们对冯小刚的支持是不遗余力的,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,不管是谁,不管他的地位都多高,都不能置之于法律之外,只要做了违法的事,都应该受到惩罚。 范冰冰已经被罚了,那谁又能证明冯小刚没有偷税录税呢? 如果冯小刚认为自己没有偷税录税,那请你摆出证据来,华裔兄弟10.5亿元收购的纳税证明,明下几十家公司的历年来的纳税证明,不要说那是隐私,法律面前没有隐私。 如果还有其他人说冯小刚没有偷税录税,那也请拿出证明来。 互联网时代,做这些事是很容易的,不需要多少成本,可为什么不做呢? 不要空口说白话,也不要致望蒙混过关,因为大家都等着看结果呢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感谢观看